2021年1月31日 你的意识构建的三个层次 作者Jeff Street 不管你们是否知道 你们都存在于一个类似于超高级虚拟现实中 你们的每一个想法、信念和情感 都在选择屏幕上出现的你们称之未现实的东西 理解你们的个人现实 以及你们所属的集体现实是如何产生的 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从你们的恐惧中彻底解放出来 在深入研究你们的现实是如何产生的之前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 你们自己和你们的现实的真实本质 你们是什么 以及你们是什么的一部分 存在的终极本质 存在的终极本质是有一个单一的意识 它掌管着一个单一的 但又是多维度的能量场 它可以通过思想、意图和欲望的运用 把它塑造成它所希望的任何模式 这些图案是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 这种意识被称为宇宙意识或源头意识 源头意识不仅创造了能量的模式 而且还可以感知和体验它们 思考这些能量模式的另一种方式是座位信息 源头意识可以在能量场中创造、操纵、导航和感知信息 这使得它能够创造信息 代表完整的体验环境或现实建构 然后潜入并体验它们 只有意识、信息和对信息的感知 并且这允许创造和体验 现实你们认为存在于你们之外的世界 本质上是一种幻觉 它是一种纯粹的知觉体验 体验是真实的 但道具是虚构的 所有代表你们现实的信息都是想象出来的存在 本质上只是你们的意识所感知到的图像 非常像一个虚拟现实 外在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令人信服的知觉错觉 源头意识体验一个现实建构的方式 是通过创造一个它的意识的子线程 这个子线程有它自己的意识和知觉的焦点 并且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些现实建构中并体验它 源头意识是多现成的 而你们就是其中的一个现成 纯粹的意识 非物质的和无形的意识 你们已经把你们的意识和知觉的焦点 放在这个时空现实中去拥有这个体验 你们的个人和集体现实是如何产生的 信息呈现给你们的意识线的方式 很像电影放映机显示电影带的真的方式 每十一分之一秒左右 一个代表你们现实的信息框架 就会呈现给你们的意识 并被你们的意识所感知 更多的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幻觉中 与电影带不同的是 电影带的框架内容是在电影制作时确定的 而你们称之为你们的现实的电影 包含一些预先创建的信息和一些动态创建的信息 然后动态的合成为最终的动态框架 从概念上讲 现实的框架被生成为三层信息 基础 背景和前景 然后它们被组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画面 每一层中的信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的 理解这些信息是如何工作的 对理解和掌握你们个人现实的创造有很大的意义 用一个舞台剧的比喻 这三个层次可以看作 舞台 背景和故事 别搞错了 你们的现实就是你们的故事 你们既是主角也是导演 令人惊讶的是 尽管看起来你们是一个单一的集体现实的一部分 有许多玩家或演员 一些不同于你们可能想象的事情正在幕后发生 真正发生的是 每一条意识线 例如灵魂都在体验自己的独立现实 在这个现实中 它们既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又是导演 在你们的故事里 所有其他的演员都只是其他的灵魂 在扮演替身角色来支持你们的故事 你们与许多其他灵魂达成协议 在你们的现实中扮演角色 但这是你们的故事 它们都是客串出现的 那些在你们的故事中扮演角色的灵魂 可能参与或不参与 它们自己版本的地球现实 你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在它们的现实中扮演角色 但是有很多灵魂在彼此的现实中 扮演角色 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独立的体验 在自己独立的现实版本中 一个灵魂的现实 可能在你们的现实中扮演一个角色 是演出来的现实 很可能与你们自己的现实不同 产生集体现实体验的方式是 在不同个体现实中 共享角色的存有同意分享 代表现实的某些元素的信息 具体的说是代表基础阶段层 和背景每集体层的信息 这个过程产生了你们的意识线 所感知到的每一个连续的现实框架 它将这个共享的信息 与前景层的信息 由你们创造 选择和产生的信息 无缝地结合成一个无缝的整体 关于它如何工作的细节还不完全确定 但这就是它的一般工作原理 让我们来探索代表你们的现实结构的 三个层次中的每一个的信息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你们对每一个层次的创造性控制的程度 基础层 舞台 包含在你们的意识感知和体验的 现实框架中的第一层信息 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基础层 这是一层信息 代表着地球 以及它所组成的元素和生物圈 它包括一切支持人类生活和人类经验的东西 这一层扮演着舞台的角色 在舞台上 人类的戏剧被集体地和个人的上演 构成这一层中一切事物的所有信息 如能量模式都是由非物质存在 如意识的意图 思想和想象所创造和维持的 这些存有致力于创造和维持 构成我们现实的主要元素 以及大量其他现实 一个经常被称为构建持有者的角色 所有这些代表我们现实构建基础层的信息 被这些存有想象未存在 要了解更多关于构造持有者的信息 请查看如何提升意识密度中 关于第七密度存有的部分 这其中最重要的暗示是 我们的意识线并没有创造这些信息 因此我们自己不能通过 我们自己的意识思想和意图 来改变这个阶段的性质 你们不是在用你们的思想 直接创造舞台环境 我们的世界 你们没有任何直接的力量去改变代表它的信息 你们只能通过你们的选择和意图来选择探索和体验它的不同部分 这一层是我们一致同意的信息的一部分 我们将分享我们所有的个体现实 以创造一个集体现实的体验 背景层集体现实 第二层信息包含在你们意识正在感知和体验的现实框架中 我称之为背景层 这一层是在基础层舞台上播放的集体故事戏剧 这些是全球性和集体性的事件和情况 这是所有你们听到的关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但不一定直接触动你们 这是世界的状态 人类社会的状态 这是你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 在报纸和杂志上讨论过的 这是世界上将要发生的每件事 以及世界上已经发生的每件事 大多数你们从未直接体验过的事情 它似乎发生在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身上 但却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 你们现实建构的这一层 是由所有参与集体现实建构的意识线 例如灵魂共同创造的 我们都同意 它将在我们所有的个体现实建构中被分享 它是你们个人现实的背景 这就是集体现实体验的建构方式 这一层中的信息是由集体共同创造的 它是所有思想 意图 情感 选择 行动等的平均值 这些都涉及到集体现实结构中 如果我们假设每一个灵魂的意识水平或频率是相同的 那么集体现实结构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将平等地为这一层中的信息的共同创造做出贡献 你们用自己的想法和意图塑造集体现实 引导集体事件进程的能力是有限的 例如 如果地球上有50亿人 那么你们的影响力将是50亿分之一 但当然 并不是每个人的意识水平或频率都相同 在每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中 你们对集体现实的创造有着指数级的更高程度的影响 你们的意识状态越高 那么你们的思想和意图影响集体现实创造的比例就越大 伟大的事情是 即使是你们 你们也不能改变集体现实 你们确实控制着集体现实的哪些部分触动了你们 你们直接体验的部分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用舞台剧来比喻集体现实是你们的个人故事戏剧的背景 这个背景的哪些部分直接触动你们 取决于你们的思想、信仰、意图、欲望、选择等等 来自集体现实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触动你们 除非你们用你们的思想邀请它们进入你们的直接体验 关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前景层个人现实 第三层也是最后一层信息 包含在你们意识所感知和体验的现实框架中 我称之为前景层 前景是你们直接体验到的一切 这是你们个人的现实 你们要100%负责创造它 你们直接体验到的一切要么是你们新创造的 要么是你们的思想、信仰、欲望等从集体现实邀请到你们现实的 因此 即使你们不能单枪匹马地改变集体现实 因为它是集体共同创造的 这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你们控制着它的哪一部分 你们把它带入你们的个人现实并直接体验 如果你们不相信它会影响你们 你们基本上对任何危险或危害或集体现实中存在的任何东西都是免疫的 当然 最快的方法就是从集体的现实中吸取东西到你们个人的现实中去 就是害怕和担心世界的状况会对你们产生怎样的影响 因为作为一个造物主 你们所关注的东西会吸引你们 尤其是当它与强烈的情感如恐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你们担心的是恐惧 不要欺骗自己 因此 无论集体现实中发生了什么 除非你们邀请它 否则没有一个能触动你们 作为一个例子 让我们假设一些灾难发生在影响你们家乡的集体现实中 有了正确的态度 当灾难发生时 宇宙可能会安排你们出城 或者 如果你们在家 你们会奇迹般的毫发无伤或幸免于难 避免在集体现实中直接体验事件的正确态度 是绝对相信你们正在创造你们的现实 绝对相信你们总是安全的 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 如果你们陷入恐惧 担心 或怀疑那一切都要重来了 总结一下 你们正在用你们的思想 信仰 欲望等创造你们的现实 你们的故事的背景 集体的现实 以及它上演的舞台 只是在那里创造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中 你们的故事上演了 创造了你们的个人现实 你们可以在你们的生活中创造任何你们喜欢的东西 它不局限于集体现实中存在的东西 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选择进入你们生活的抓包 但它们都是可选择的 除非你们邀请它们加入你们的思想 否则它们不能成为你们直接体验的一部分 集体的现实是一种分心 它又使你们专注于现在和过去 而不是未来 知道了这一点 你们就可以不再担心你们不能改变的事情了 而是开始关注你们能改变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们把注意力放在哪里 你们持有什么信仰 你们有什么想法 你们就为自己想象和创造什么 通过深入理解你们的现实结构是如何产生的 并且你们是控制这个过程的人 你们可以从恐惧中体验到一种深刻的解脱 一旦你们超越了恐惧 特别是如果你们掌握了其他刻意创造的技巧 你们会发现你们的生活体验将开始显著改善 无所畏惧 梦想远大 期待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